是谁带给你生命的勇气呢 这位右腿截肢的勇敢女孩说 老鹰 一生下来就罹患了白血病 辛苦经历的化疗和骨髓移植 虽然保住了生命 却保不住右腿 所以她从一岁开始就佩戴一只学步 成长的过程经常还会被嘲笑是麦咖 但是小女孩永远乐观开朗 一位和她一起长大的伙伴是老鹰 父亲是许英师 她从老鹰身上学习到了勇气 她说看到老鹰飞往天空翱翔的模样 就鼓励她不断地要往上爬 即使吹了一只脚 她却活得比任何人都来得精彩 还跟着爸爸一起学许英 并且创作老鹰绘本 用说故事的方式到校园推广环境教育 传达了友善土地的理念 带您认识这位逆风飞翔的许英女孩 再来咯 瑞丽英眼霸气伶俐 正是一飞翱翔天际 我们印象中的老鹰是桀骜不驯的猛情 但跟着力浅 还有许英师爸爸来到户外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老鹰的雄剑聪明 也让人为之着迷 我手可以吧 可以 点手 点手 好痛喔 它撞我头 好好玩喔 这个风好大喔 诶 你转过来一下喔 诶 我处理 好 那个风 不然它会乱肥 抓好不要让它肥 来 等一下我弄我弄 来 走 耶 黄豆飞成功了 就是顺利下去了 都说老鹰有着逆风而行的傲气 就跟丽倩穿着一只克服不便 踏在黄石子的山坡上 也是大气不肯一生 好 没关系 耶 诶 超好笑 笨鸟 可以就是装上去又拆下来 一般国外的或国内的 目前在使用的都是直接绑上去 就不能拆下来 这个系好以后再装这容器上去 它就类似我们小朋友书包的意思 它体重重的话 就是这个部分不是那么尖 诶 真的有一个那个 对 你摸摸看 这个摸 真的耶 摸得到 对 然后它鸡也有 然后它旁边这个肉 你摸摸看它就是 肉很多 有没有 诶 对耶 然后如果你控制了体重得已 这边会很尖 然后这边肉就瘦下了 说起老鹰 沈爸爸一肚子百科全书 聊得起劲 当年靠着自学续音的她 七年前也让丽倩 学着跟老鹰相处 这个就是撒嬌的事情 好可爱 这个一直靠近说 你要给我 给我食物 最常跟爸爸训练老鹰的方法 就是AB点教肥 然后自己也是很简单 A点 然后它飞到B点 然后刚开始 刚开始 我觉得很挫折的是 因为叫不来 因为可能还不够熟悉 鸡的脖子 然后就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它看不到 你要这样 好 这个动作就是你要叫它来 好 然后这样 然后如果它没有来 好 走 我们变得更熟悉的关系 更密切之后 它飞到我手上 然后我用食物来叫它的时候 它就会听得懂我 然后听懂我的指令 是会让我最有成就感 跟最开心的事情 我本来是在养鹦鹉 然后后来 因缘机会我去认识到老鹰 过程中我就学会了熏运术 如何驾驭一只老鹰 那后来发觉 立切又遇到霸凌事件 那时候我就想说 嗯 它需要一个东西来 改变它对这个霸凌事件的反应 但又说到这两个小伙伴结下的缘分 其实一开始没那么顺利 会害怕 甚至说第一次老鹰飞到那个 立切的那个手的手套上面 架住的那一刹那 它是那个当场就爆哭 流眼泪啊 很害怕嘛 第一次很害怕 那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好 今天很害怕 完成了 好 过几天 有空了 我们再去玩 用玩的心态 而不要用焦的心态 然后跟他讲 那再试试看啊 要不要跟红豆做好朋友 在旁边一直看着爸爸在训练红豆 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又有点感兴趣 然后又想完又怕了 然后其实自己也在内心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去克服 在我还在害怕的时候 遇到红豆 然后红豆给我勇气之后 我就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害怕 然后也反而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些曾经的伤痛 那时候已经就是插管全身要急救了 看到他 你很想哭 可是你看到他还在笑 然后医生已经宣布说 我救的时候 你叫他 他还是微笑给你看 他是勉强笑给你看 所以他都是带着微笑 原来当年立切刚出生 就被诊断罹患了新生儿白血病 化疗手术的苦 妈妈始终疼在心里 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接触到他 已经四个多月 就是活与不活 那个中间 你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直在急救 然后医生一直在找方法 两难 因为一个要保住生命 一个要保住脚 那我们就取舍一定要生命先保住 要保命就得截肢 那种两难跟纠结 立切的爸妈在学着坚强面对的同时 也在立切小小的身体上 看到坚韧的生命力 因为他从小就在医院保温箱长大 到三四个月 所以每个人看到他都知道他的名字 然后才知道说 这是立切的妈妈 所以我的小孩是比我还要出名 在医院里面 他在医院里面不是第一个接触到爸爸妈妈 他都接触到护士小姐 每个人都逗他 所以他是笑着长大的 因为护士小姐看到他就是 倩倩 然后就可爱的对他笑 几经折腾 命总算是保住了 但生命的挑战 除了身体上的不方便 外界的议论跟异样眼光 曾经也像一把无形的刀伤他很深 那时候从小都穿长裤出门 那我就会露出来 我说那你要不要瞧瞧看很硬 然后我就跟他们这样开玩笑 但其实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说那是嘲笑或霸凌 是到了国中才有感受到 就好像别人说的那些嘲笑的话 好像不是正常的话 然后我就是开始心里有点受伤 你看看上面 在训音中找到力量 厉倩也将老鹰取名为红豆 希望他能为更多人埋下勇气的种子 带着希望与强大正式翱翔 我喜欢用文字的方式 去记录自己的生命故事 然后后来也发现说 生命故事写完好像还缺点什么东西 我就想说那我就组一个团队 也将自己的生命故事 再做一个三大结合 就是生命教育 保育观念 还有友善环境 这样子的三大议题 很多大楼建筑 那它的外表都是用玻璃帷幕 很多鸟类 它在飞行中 它会看到好像镜子 它冲过去 结果就撞到玻璃 这个叫闯杀 在玻璃的外观上面 能够做一些记号 或者一些图案 然后让这些想法能够辨识 前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森林 或天空 它前面是一个镜子 一个玻璃 而在那个网络 不那么普及的年代 妇女俩也合力创作儿童绘本 透过一笔一画 将自身的小小力量 透过阅读传达 也前进校园分享生命故事 小朋友的反应很多 就是有些是很兴奋 然后说是老鹰 因为平常老鹰 就只会在天空上圆圆的看 然后没想到可以近距离 这样子接触 然后认识老鹰 我觉得我们一起到校园 去做生命教育保育观念的 这样生态环境的演讲 我觉得是最开心的 然后是我跟老鹰宏斗 还有爸爸一起去完成的 然后是最酷的事情 只有不想做没有做不到 你有那份心跟那份憧憬 想要去做任何事 其实是都不是做不到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想 没有那个心想把它去做而已 其实做的过程 失败遇到困难的 可是可以把那些失败 变成成功的养分 生命有时顺风 有时逆风 就跟利浅跟老鹰宏斗 教会我们的 别让身体的障碍 变成生命的阻碍 任来生命跟世界的心 永远迎风而起 命风高飞